大家好,我是Saman Kwan 今次Ducati送到意大利的Bologna 去試全新的Scrambler Cafe Racer 大家看到這輛車 Scrambler最大的分別是 首先是它的軚把 分離軚把是Clip On 當然它的高度已經低了很多 比以往之前版本的Scrambler 是低軚 另外你看到油缸的顏色 椅子又高了 設計方面最大的分別是 現在是金色的 17吋頭胎 現在變成了 用Pirelli的Diablo Rossos II 是120180胎 它的喉頭 現在開始變成Termaloni的喉頭 但這條其實是一條原裝喉頭 但它只是製造了遮掩 不要臘腿 Termaloni可以製造這個遮掩 現在是可以朝向Euro 4的環保標準 來做驗環保 另外就是有個號碼 這個號碼 你可以選擇不同號碼 但它原裝出來的就是54號 54號是一位車手 以前Jokaji是一位車手 機械上的分別 引擎是803cc V-twin 空冷的 這個引擎跟之前的引擎是一樣的 75匹引擎 最大的分別就是手泵和前叉 手泵用了直泵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一個 Scrambler的車款 本身Scrambler給的煞車 是不太夠力的 這個手泵就改善了很多 而前叉換了裡面的叉心 改了那個Rat Angle 以及View Base也短了 Rat Angle少了兩度 但是View Base也短了 變成的這輛車 就靈活很多 轉彎快很多 那這一點呢 不是只有說的 到時候大家看看一些視頻 那這輛車很好玩 加上這輛車 很咬地 那輛車差不多 我覺得它的引擎也是803cc 我不會很大期望的 說真的我出去的時候 那時候 就… 去好訂了 第一時間 我怕… 因為那天要騎200至300公里 一天內要完成 還有拍照照片 我擔心累了 最初我連背包也不敢戴 因為我怕軚把 低了之後 會長時間開山路 會很疲斷 其實軚把看起來好像低 但是騎上去不是低了很多 我自己也得同 我自己的一輛 當然那輛是遞高了手 這輛就坐低了 但是那輛跟一般的飛行車 分別也很大 比飛行車高很多 另外說到彎向性 彎向性 我覺得很誇張 那天我們試了 段路試了一千五百多個彎 我也不知道 但是因為繞了很久 我說繞來繞去還沒繞完 那到那個聚餐點 即是吃午餐的地方 我們安排 我問負責人 他說 剛才那段路 我們上午走的那段路 已經一千二百多個彎 那下午就有三百多個彎 三、四百個彎走 那就是一千五、六百個彎 那些路的坊 有些是很好的 但是有些是很過分差的 甚至那個彎心是有個針出面的 那就是 因為我跟著那個領航員 那那個領航員 即是我是第一個跟著那個領航員 那他開快我就開快了 那他過的時候 他過得到的 我打算過得到 原來我過的時候 真的有個針在中間 整個車子彈一彈 那當然那天沒有意外發生 那 但是那輛車的彎向性 十分十分之強 那這個是我很驚喜的 和我自己的經典版去比 那煞車方面 剛才說去換了手奔 這件事我覺得很需要 因為這輛車如果彎快了的話 那雖然它的馬力是一樣 但是彎快了自然你開車會快了 那就會變成那個 有需要用的駕駛要多些了 那也就是這輛車 這輛車本身是街道上用的 運動式輪輪輪輪 那這件事和以前用的 Scrambler輪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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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